看一下这里哦 它说有一个矩形 那矩形就长方形 对吧 长四起 两倍口晒一度 乘上口晒二度 宽四起 两倍晒一度 乘上口晒四度 求面积四起 什么叫面积 面积可以解读成 长成几宽 所以说所求四起 面积怎么算 麻烦你把长 乘上宽 行不行 告诉我长四起 两倍口晒一度 乘上口晒二度 宽四起 两倍晒几度 一度 乘上口晒几度 四度 这样行不行 所以乘起来之后 麻烦你把它洗好看一点 好不好 老师问你 二乘二四起 四 好不好 这时候你观察一下 这口晒 麻烦你 把这些这四个东西 按照角度大小排列 行不行 老师先把晒一度 好 晒一度写在一起 再写口晒二度 之后再写口晒几度 四度 起到这边说 你看一下 角度彼此都乘几倍 两倍 这时候角度乘两倍 的现象 所以基本上 我一般都是用两倍角公式 那两倍角公式 它说强调相乘的 是用谁 用晒 因为晒二起打等于 两倍晒乘七 口晒 所以说马上观察一下 有没有晒乘口晒 有 所以说我先把这四的地方 先把提出几 提出二给这里面 所以说变成两倍晒几度 一度 口晒几度 一度 行不行 我后面这些我都先不要动 这时候 老师想请问一下 这时候 两倍晒乘口晒 所以乘起来是 晒几次打 二次打 所以说这时候 两倍晒乘口晒 再二次打 一度了两倍 变晒几度 二度 行不行 所以说这两个也不要动 所以口晒二度 和口晒几度 四度 这样行不行 写到这边词 老师直接来啊 老师问你 这三个东西 两倍晒乘口晒 可不再来一次 可以 两倍晒乘口晒 可以写成 晒几次打 二次打 所以两倍几度 四度 便晒四度 乘上口晒四度 告诉我 写到这边之后 上和口晒什么关系 导书 告诉我导书 下一层事情 第一 这就答案了 OK